回答多次相同 我知道你剛才回答過 就是短線部署就一定不會去考慮 但Win Win是6元有貨的 他就說怎麼算好呢 有沒有機會回家向 你會建議他怎麼做呢 買教訓 這3元的教訓就是 為什麼那時候6元就去買 就是你想一層 為什麼6元那段時間去買相同 買一間沒有盈利能力的公司 不過那麼受期 那經常都說 你股票不跌得多 你不支通 你就不會穿 你不會從中吸取教訓 所以問題就是 你6元買這一刻 我覺得就當上了一堂 想想在哪裡聽回來買 自己也想為什麼去買 或者那個idea為什麼去買 是不是純粹就是一隻股份 由IPO價升了很多上來 那時候大家又來衝擊元宇宙 數字哨兵 又衝擊他入指數 這個就是教訓 我們經常都強調在節目不同 跟每次說入指數 不代表是一件好事 不要想靠被動資金去追 去查到一些股份上 是要有一個概念來講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買的idea 你很相信雙通 你未來走完宇宙 走一些的數字概念上面 你就等 但問題是這件事要你兌現到才可以 但相反而不是 最後發現是一個bubble的情況下 那沒有了 你的教訓只會越吸越深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雙通 你6元買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 不會去加注購物 數不數則繼續等著 就要回到剛剛第一個idea 想回自己背後 為什麼6元那些位置去買 如果你純粹沒有的 純粹聽人說 你去買所以去買的時候 我就覺得吸取教訓輸一半 還有教訓夠深 那就認真投降 可能今天低位再做止竊 因為怕我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無警深探感 九百多億的市值 我覺得仍然是貴 所以我覺得暫時你說 雙通就很多高位有貨 我相信不是只有你一個拿著 很多人都是在那些位置收集了 你當上就是堂 我只能夠這麼說 就是看今天的低位 然後閉上眼就 就吸取了教訓 就止蝕了它 對於有貨的人 你要想回背後 為什麼會買了這隻股份 你問我 我不會6元叫你買 所以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後置式處理風險 你就是想回基本因素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雙通這些 我會建議做匯馬部署 好啊